因為我想買小米14Ultra很久 可是我一直在看1TB 我不是一直在講說 我的蘋果手機容量都不夠嗎 我已經512 然後我還要花錢給雲端 每個月再200塊 我就覺得很不划算 為什麼我買一個手機 然後容量這麼小 所以我就叫林家園 從中國大陸幫我買來了 小米14Ultra 而且重點是 其實台灣有賣 真漂亮啊 台灣有賣什麼 但是台灣只有到512 它就是沒有1TB 這是你覺得嗎 永遠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將發生 我告訴你這是什麼 這是它內建的一個保護螢幕 然後顏色都還可以自己選 我當時候拿到 你知道我當天晚上 我就忍不住開箱 結果你知道我一開箱之後 整個睡不著 因為我發現 我第一次用安卓手機 我第一次用小米手機 你以前沒有用過安卓手機嗎 沒有 因為我都被蘋果綁架了這麼久 綁架了十幾年 後來我用完之後呢 我直接告訴大家 以後不用買蘋果了 超漂亮的 它CP值太高了 容量高 然後相機的畫素高之外呢 我一直以為安卓手機 我會很難操作 來這樣開 它指紋辨識 馬上一機就開了 然後它非常的快速之外 很好用 APP有很多 我以為我都用蘋果的iOS 安卓我可能用起來會卡卡 沒有 一秒鐘就適應 怎麼會這麼快 這麼直覺式 然後為什麼很多人都會說 哎呀你應該買華為 可是你知道嗎 我就是被它的 萊卡相機迷到 哦 這萊卡相機啊 這個手機你看喔 平常我們在iPhone啊 它三顆鏡頭已經很厲害了 然後萊卡的話 它就更厲害 因為它標榜就是 因為我現在都會拍短影音啊 拍照 所以這個對我來說是非常實用 萊卡是專業照相機公司 沒錯 而且呢它因為是萊卡相機 所以呢它的這個畫素 非常非常的好 直接給大家看 如果我這樣同步 你看我們用原相機 我差很多耶 好 我拍兩張照片給大家看好了 大家就知道它差多少了 萊卡到底有多厲害 這支是小米 這支是蘋果 來比對一下 你發現了嗎 它的感光度 它的解析度 它的顏色 所以你說買的值不值 值得 那你怎麼沒有順便幫我買一支 沒問題 我朋友在大陸 趕快叫他家買 然後重點是 你知道我買一支的價格啊 跟台灣買512價格一樣 真的啊 所以我買便宜了 那便宜太多了吧 便宜太多了 對 等於是買兩倍的容量了嘛 超棒的 超棒的 我看著外型設計就很好 而且它其實是裝的保護殼 要不然它裡面的那個觸感 手感觸感是非常高工藝的 更好 對 它就是不是這種 我們什麼蘋果 不是說什麼鈦金屬面嗎 我們這個節目不是業配喔 不是業配 但是我就是整個配 哇 第一支人生中解鎖 第一支ETB的手機 第一支小米手機 如果你有機會買電動汽車 一定會買小米的囉 對 其實我是米粉 還有一個更驚奇的就是 林佳元是禮拜天幫我 我拿到手嘛 然後我就讓他待機 我就充了那麼一次電而已 你看看現在充電量還有多少 還這麼高啊 對 已經三天過去了 還有72% 我的蘋果手機一天不充 第二天大概就掛掉了 我跟你說 我的蘋果手機啊 我早上出門是滿的 現在只剩下58% 所以這個續電量 續航力 沒話說 小米 沒話說 好 今天的開箱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喜歡 好 那當然呢 也是提到了 其實中國大陸現在 包含在汽車工藝 還有在電 電池真的是沒話說 各位今天晚上馬上的 比亞迪要出新的發布會了 就在西安 西安發布會 那比亞迪這個出車速度 會不會太快啊 讓我們目不暇騎 我前一款車子才記不住 屋後美館車都出來了 對 搞得好像以為是 手機發布會一樣 手機還一年一發呢 對啊 他一年好幾發啊 好像讓我們追星一樣 那這一次呢 比亞迪他是在西安 這是據說是開創油耗的 2.0時代 怎麼說 就是他的油耗呢 因為他現在等於 比亞迪是這種 油電混合技術的 算是很強的領導者了 所以他今天晚上要發布 據說會放大招 出大決 什麼大招 你有消息嗎 我沒有消息 但我猜啦 一定是他的里程數的大突破 然後呢 包含他續電量 因為他接下來是 今天要發布的重點是 第五代的DM技術 然後在西安 他是插電混動汽車的誕生地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你看在標題上寫的DM有沒有 DM英文叫Dual Mode Dual Mode 雙模式 就什麼意思呢 我可以 就是說汽車裡面 我們平常講說 我是燒汽油的油車 是用引擎的 還有用電的EV EV就是電車 叫做Electric Vehicle 電車是兩種模式 可是有個中間模式 第一種模式是什麼 是油電混合 就是我在汽車用油在跑的時候 會幫我的電池充電 然後等到電池充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油就不用 就改用電來跑 這個叫做油電混合 那另外一種東西 另外一種又比較靠近電車了 就是油插電式的油電混合 對 就是這種 你如果不用油的話 你直接插電 插電的時候 等到你電池夠了以後 你就怎麼樣 不需要用油 所以更省油 它以電為優先 以電為優先 那前一種是以油為優先 油為優先 然後可能踩煞車 就幫你電池充電 對 所以這個叫Dual Mode 雙模式 哇塞 所以它接下來 那個I就插電式 你要瞭解到 不是每一個國家都像中國大陸 到處都有充電樁好不好 而且再說一句話 中國大陸也不是每一個省 充電樁都很方便嘛 萬一你跑上高速公園 碰到春節擠車看怎麼辦 你只能到什麼 到服務站去 有時候還找不到加油站對不對 或找不到充電樁 都有可能嘛 所以蔡博士講到了一個重點 所以其實中國大陸很多地方 如果你跑長程遠程的 你會需要這一種 就是插電式的 插電式的就是說 你可以靠電 那萬一電沒有 你可以靠油 是的 所以你開車比較有安全感嘛 不要你那麼緊張大師的話 你會想說 電還剩多少 電還剩多少對不對 沒想到還有油 還有油對不對 我是油剩三格 我就要去加的 對對對 那你太緊張了 200公里 我都會打電話問我老公說 聖三格我還開得了回家嗎 他說你這可以開到台中好嗎 你家住髒話是不是 就是很容易緊張 對 因為真的有些人的特性 就怕臨時沒有電或沒有油 我怕我突然要去個哪裡 你存電車你會緊張說 台灣充電樁不是很方便 真的 可能還要找個什麼百貨啦 我講的我今天給你 我也是有開一個朋友的充電車 他說沒關係啊 他到處都有充電樁啊 好了我卡到 跑到那個和平加油站 花蓮那個和平休息站 一進去對不起 沒有 有充電樁 但是我的不能充 蛤 因為我這是歐歸 裡面充電樁是美歸的 系統還不符 系統還不符 那怎麼辦 那我只好打算說 到時候要推車推到花蓮 哈哈哈哈 但是如果你有這種油電混合 就沒有這種擔心了啦 而且是插電式的 你可以隨時幫自己電子充電 會更省油 哇所以大家非常期待囉 比亞迪所謂第五代 對於氣候變遷你就有很大的貢獻 對第五代 而且這一次是秦L 還有海報06 哇你知道比亞迪現在 我知道他為什麼要宣布秦在西安 因為秦朝首都在西安 哇所以是有這番典故的 不能跑到西安宣布幹什麼 他平常不是都在北京啊上海嗎 對 哇就是全世界就是中國跑透透 所以這一次啊我相信 你知道以前啊我們看車 都是看啊造型啦內裝啦 這些現在都不是問題了 你都可以選 重點就是新能源車 大家要看續航力有沒有突破啦 這個是比亞迪品牌的 品牌他們的自己的公關出金 他講的第五代喔 第五代一定是在這種 插電式的油電混合 應該有更突破的地方 是好我們就期待囉 今天晚上比亞迪放什麼大招 好那比亞迪其實銷量也真的很厲害喔 光是四月份呢 他又有銷量激增48% 主要來自海外銷售 美國最近不是你看喔 美國G7才漲 不是才剛開完會 還發表聯合聲明 然後這個聲明真的聽了 會讓大家覺得 你們是劇本有沒有在update啊 又在講關注中國產能過剩 光是比亞迪海外銷量激增48% 這個叫產能過剩嗎 這叫海外大賣吧 更誇張了 我一個泰國朋友跟我講 他去買比亞迪的電車 純電車 那個泰國的經銷商 就跟他講說 對不起 他講的太文 對不起你還要排兩個月 這叫產能過剩 這叫產能源源不足吧 大大不足吧 還得排隊啊 排兩個月啊 哇 他說他喜歡那一款車 還要排兩個月 這叫根本產能不足啊 哎比亞迪 你的生產線太少 讓泰國人等兩個月 這很不好意思啊 難怪你知道嗎 其實像是這個SU7啊 小米啊 這個雷軍啊 也說大家都拿放大鏡 看小米SU7 他說我們壓力也很大 當然啊為什麼 因為他競爭對手是 特斯拉跟比亞迪啊 他已經競爭對手 已經不是什麼理想啊 未來啦 是 因為理想未來的 宣傳效果沒有太大啊 那每個人都會眼睜睜看 就說哎呀 哎 雷軍啊加油 你到底行不行啊 我是米粉的 你到底行不行 下一款 下一款什麼時候 對 就是說米粉 對 這個不是新竹米粉 這個是小米米粉 而且我前幾天 滑到雷軍啊 他的抖音啊 你知道嗎 他的抖音啊 突破2000 是多少 2000萬嗎 奇怪 他又不經營媒體 要坐著幹什麼 對 他不用經營啊 他本人就是招牌 然後呢 他就請大家去留言 他說留言他要送100份 就是禮物給大家 那你留言沒有 這樣子 沒有 因為你知道 我為什麼沒留言嗎 因為我光看啊 那個留言量喔 不是按讚量 也不是瀏覽數 是留言量 我看的時候已經是240萬 240萬 要湊100個 太少 雷軍啊 雷軍啊 這個中圈率太低了 這個不夠誠意 對 所以我那時候想說 算了啦 好不好 我就看看大家 對對對 到底都 抽到什麼 不夠誠意 不夠誠意 對對對 2420萬 的這個流量 真的是非常的厲害 才給100份啊 你看現在已經多少了 289.7萬 你覺得我抽得到嗎 你看我沒騙你吧 這個留言數是246.7萬 這個 對不起啊 你覺得我有機會嗎 雷軍啊 你要不要增加一點 這個抽獎的數目 他可能要 他送100份嘛 他可能要送100萬分 對 100萬分 也許有2比1的機會 對 不過也恭喜 雷軍董事長啊 現在呢 他真的也是 他已經不只是2000萬分了 他已經是2420.9萬分了 太厲害了 不過平常心講 他也是跟孟晚舟一樣 曾經也 因為祖國強大才有他 你知道為什麼嗎 孟晚舟是因為祖國強大 才會把他 從加拿大給弄回家 要不然他現在 還在被美國 斷去蹲老 沒錯 那為什麼祖國強大 那雷軍有發生過什麼事嗎 沒有 他小米氣勢會出來 就是因為祖國強大 你知道為什麼嗎 有人講說 哎呀 蘋果車子做不出來 為什麼小米做得出來 都是手機跨業來做這個 那為什麼華為這個做不出來 小米做得出來 一定很簡單 就是小米懂得說 我運用祖國強大的地方 車體我當然做不可能最好的 對 我去請北京長城還是什麼 哪個汽車幫我做車殼 對不對 找最好的幫我做車架 我負責設計他就幫我做出來 對 我的電池不可能最好的 我找寧德時代幫我裝電池 世界第一的 我的引擎 我的馬達不可能最好的 我找那家什麼叫什麼 譜什麼東西幫我做 所以他就設計觀點來講 把內裝功能設計的 消費者非常喜歡 但是所有的生產 都有現成強大的祖國的 各種生產線幫他製造 對 然後那個蘋果沒有啊 蘋果說 我要做電池 我都要我自己的 美國沒有最好的電池 對 我要這個保險桿 美國沒有最好的保險桿 都在中國 因為中國專門幫BMW 賓士代工 怎麼會沒有呢 對不對 對 全世界有個搭配 全世界這個BMW 跟賓士被認為保險桿是最好的 對不起 都在中國做的 所以難怪 都中國代工的 蘋果汽車做不出來 是有原因的啊 因為它零件缺太多 零組件缺太多 誰幫你做啊 對啊 蘋果做不出來 什麼都要自己開工廠來做 那這個工廠就掛掉 對 所以 因為祖國的供應鏈生產線強大 它小米汽車 才可能在這麼短的時間 因為它只負責設計跟行銷嘛 就把它做出來 設計又那麼成功 那華為一樣 剛開始要什麼都自己做 後來弄到最後就是 好好 我只做平台 期待讓別人做 對 那還有一點喔 我想請教一下蔡博士 因為一家這個汽車公司的發展 那政府一定會相當的 有些補助嗎 但是問題來了 通常沒有 通常沒有 那我想這麼說好了 因為今天有個消息喔 他說比亞迪被曝光說 15年喔 得到了這個大陸 中國大陸政府的補助 將近68億 這個數字看 我覺得這個數字 他沒有寫細項說 不是 這個數字是有問題的 第一個 中國大陸有很多的補助的方式 跟我們所講的 現金補助性質不一樣 台商也有很多啊 比如說 這個特斯大也很多啦 特斯大到上海去設 無人工廠有沒有 上海市政府跟他講說 我這個地給你不要錢 算不算補助 這算不算補助 沒有就算補助嘛對不對 那如果算補助 這個就很難算了 那價值多少呢 第二個就是說 給你五年免稅 有啊有啊 特斯大都拿到了 那你要不要說 特斯大是說 中國政府補助的 所謂中共同路車 這真的是各方解讀耶 對啊對啊對啊 那還有更經典的 那個特斯大工廠那附近 他要大量的那種卡車進出 中國大陸 沒問題我幫你拓寬馬路 馬路我來蓋 那這算不算政府幫他付出 這拓路算嗎 就是我幫他付錢 對不對 你車子要用 又不是我要用的 我自己的公共汽車 沒有那麼大好不好 對 而且到港口 還專門給你一個港口 好讓你進出口 還要讓你進貨多少 出貨多少 哎這都要錢耶 所以如果依照啊 那個西方媒體 對比亞迪的標準來看的話 對 那特斯拉在中國也接受了 比亞迪也是一樣啊 接受了很多政府的favor 對啊 比亞迪也一樣啊 比亞迪比如說 他今天說蓋個工廠 那很多的地方政府說 哎拜託你拿這一省座 那一省座 哎那你拉過去我拉過來 那突然間跑到一個省說 沒關係啦 我土地通通不用錢你來 那你說不要你去不去 鴻海道 跑到那個鄭州有沒有 河南鄭州去 鄭州政府也跟他講說 我這塊地給你幾十年 不用租金啊 是這樣子嗎 對 為什麼 因為你企業來了以後 你幫我養老百姓 有薪資靈 我有稅收收有什麼不好 而且其實也不是 中國有這種特例啊 你中國到泰國去投資 也是免稅本來是8% 那你來投資我就給你變2% 對啊 就是很正常嘛 甚至是不給錢 不用繳稅啊 甚至去匈牙利也是啊 哎我幫你劃這塊地嘛 你全部的電池來 你來這裡發展 正常啊 前幾年不收稅嘛 對 這個通通補貼 那中國政府有沒有直接 拿現金給比亞迪 沒有 懂了 那有的只是為什麼情形呢 比如說中國政府 有的研究機構 對某樣技術要功課 那跟比亞迪合作 比亞迪錢出的比較少 然後那研究機構出的錢比較多 但是可以一起研發一個新的 研發以後說你這個 比亞迪可以用 然後這個研究所也可以用 那這個當然各國都有嘛 台灣有很多好不好 台灣有經濟部有哪什麼 專案計畫補貼啦 很多包括台積電都拿過啊 對 對不對 連那個做鳳梨書都拿過 所以這種技術發展的補貼 或者這種土地人力的補貼 這個不能算什麼 比如美國政府前一段時間 不是還說 你一個員工我貼你多少錢嗎 對 這都是補貼啊 對不對 就是看你 那美國你有沒有照著 這樣嚴格的標準 來看待你自己國內的企業 台積電去美國 美國說給他50億啊 條件說你賺錢 你又要分給我啊 結果蓋個場都不只這些錢 對啊 這個各國政府獎勵投資 都有各式各樣的啦 對 那你要把這樣補助的話 那你德國BMW沒有嗎 對不對 那你BMW賓士到中國 中國也有補助啊 中國也希望你BMW賓士到中國來 對不對 來做零件啊 做零組件啊 那這個政府給 中國政府給你一點優惠補貼 也是正常的啊 不然人家那麼老眼 大老眼跑來 也要一點機票錢好不好 是的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異生菌 它是由多隻菌種 異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也就是科菲爾異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食 對於幫助睡眠 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 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梅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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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